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嫦娥五号带回的1731克月壤中 有三克曾交给这里的李宪华院士做研究 中秋节前夕 三位年轻的航天人特地来到这里 近距离了解有关月壤的研究进展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他是返回舱的机械方面的负责人 嫦娥五号就负责把这个图给您运回来的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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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陆运通 这么年轻 但是负责返回舱的机械方面 是啊 全靠返回舱把人带回来 更靠您的研究 让我们做的工程各有价值 如果说我们是跑第四棒 你就跑第三棒了是吧 对 第三棒了 他叫李济 嫦娥五号他也是一个属于大脑型的人物 就是我具体负责着着陆器和上脸器 你就是身上下去挖土的 挖土的 但是我不是挖土的 我是那个着陆器的 着陆器的 我知道 安排挖土的 安排挖土的 因为着陆器他们才能复介绍才能挖 是吧 幸会 幸会 第二棒呢 人得感谢他 是啊 你这个着陆器要着陆不当的话 就回不来了是不是 对吧 谢谢 谢谢 这是长额五号 它是长征五号 长征五号 就是送他们上去的 火箭 是吧 第一棒了 火箭是第一棒是吧 我这是最后一棒 今天算是把这个接力棒 整个的接力团队给凑齐了 是 是 是 他们都非常年轻 我知道我们的这个航天人 总体来说非常年轻 你看那个以前电视上 都是年轻人 对申请到的三客珍贵月壤 李宪华和他的团队 用七天时间完成了分析测试 一百天内在自然上同时发表三篇文章 揭示了长额五号带回的玄武岩 形成于二十亿年前 是目前月球上确定的最年轻的火山岩 将科学界认知的月球岩浆活动 结束时间推迟了八至九亿年 我们去年七月十二号是拿的第一批 您升到多少颗了 我自己是拿了三颗多一点 不错 挺多的了 拿到了药品之后 地质学下就可以来做研究了 所以我们在训业室 拿了药品做工作的同事们 从内心真的特别特别地感谢你们 没有你们这个前面三棒 哪有我们第四棒是吧 科学嘛 要长知识 新知识 没有前面的这么多棒的这个接力的话 我们这个知识就不会有的 过去我们没有任何科学仪器 然后望运镜都没有的时候 靠肉眼 然后肉眼观察呢 月球大概有明有暗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到吧 月球是明有暗的 就想象出这个明的是什么 暗的是什么 还有什么玉兔啊 还有环花树啊 就是残弓什么的 那表明我们人类一种 对月球最粗浅的认识 那么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提高 水平的提高 我们对月球的认识 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水平 当然中期节月饼还是要吃嘛 2020年12月17日 是月壤来到地球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一天完成23天38万公里的漫长旅行后 嫦娥5号返回器将在内蒙古四子王岐预定区域着陆 顾运通是返回器处置现场指挥 也是返回器机械总体设计的负责人 你紧张吗当时 当时紧张 非常的紧张 如果说对自己设计的这一切 成竹在胸的话 为什么会紧张呢 就是考试一样 那你高考的时候 你准备的再充分 那毕竟还是要过检验这一关 所以还是有点紧张和期待的 观测到返回器和轨道器 分离后 共有六架搜索直升机 从机场起飞飞往预定区域 等待返回器落地 陆页通乘坐的是其中一架 我们当时一共六架直升机 搜索直升机是要进行 现场处置的任务 所以要求第一个降落 当时我走出直升机之后 看到当时的那个场景 确实是非常的一个 魔幻的一个场景 看见什么了 当时其他的搜索的直升机 都在低空地盘旋 然后这个直升机的悬翼 把雪 雪原上这个雪都会吹起 然后所有直升机的那个探照大灯 都齐刷刷地照在返回器上 然后返回器就静静地立在 铺满雪的这个草原上 这个场景 我到现在都是忘不掉 太魔幻了 内心几种会掉眼泪的 你会吗 当时是新潮澎湃 应该说是没有来得及掉眼泪 因为我马上就后面的一些 处置工作了 因为我需要去反应器旁边判断 整个着陆状态是不是完好的 然后再向北京报告 然后北京再根据我们现场 看的判断的一个结果 然后来宣布场五号任务圆满成功 你见到他会亲吗 因为这是你和你的同事们 一起共同设计出来的这个家伙 非常的亲切 反位器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孩子又回家了 而且他还带着一份厚礼回家了 李老师我请教您的问题 就是我看那个资料 就是院长上有岩石 三位年轻的航天人中 按照李宪华院士的说法 陆运通是负责第三棒的人 他1985年出生 2004年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年与本校硕士毕业 你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个航天 航空感兴趣的呢 这个可能还要追溯到 我上高中时代 大概03年的时候 中国的那个第一颗载人的 当时呢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老师对我们宣布了这个消息 然后大家知道了 还有北航这所院校 然后一些成绩相对好一点的人 可能就是立志要报告北航 杨立伟的那次发射 你看了以后对你的触动 冲击有多大呀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人还能这么牛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逻辑 说我们也要给航天天转家瓦 2011年1月 中国探阅三期计划正式立项 这一年4月 乌云通硕士毕业后 进入到了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总体设计部工作 成为中国三期探阅计划中的一员 探阅工程的一期和二期 分别完成的 是探阅工程的前两步 绕和落 第三期的任务是回 目标是实现月面无人 自动采样返回 乌通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 你是进到一个新单位 就能赶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任务 当时什么感觉 当时就是不可思议 觉得这个任务不可思议 怎么叫不可思议 对你来说不可思议 还是任务本身不可思议 我觉得首先从我的 对我个人来说 当时我看了就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是2011年 咱们国家呢 就是其实刚刚成功发射完 长河一号和长河二号 就月球实现了一个绕的一个探测 其实落呢 其实是到2013年才完成的 当时是2011年 我呢当时就是领导让我去看 长河五号的整个的飞行过程的一个设计 然后是既要落到月面上 然后还要实现月面的自动的采样和封装 然后还要从月面上起飞 起飞之后呢 还要和流轨的这个轨道器和返回器交汇对接 再把样品再传递给返回器 然后返回器再携带这个样品 以搬弹到翘越式的方式 高速带入大气层 当时我看到这个整个飞行过程如此之复杂 探测器的这个整个构建也是非常的复杂 就是当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可能是两重不可思议 一重你觉得这个任务太难了 像科幻小说一样 本身是不可思议的 然后是我还能在这个任务里面去做一点事情 也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就是不只是我觉得非常荣幸 我的家人啊 我父母 然后我的爱人 都觉得我能从事长五号探阅工程这样一个任务 也是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这个任务是不是离你 离现实 离实现有点远 对 当时的想法就是 以我一个毕业生的角度 当时看这个简直是 不能说是天方夜谭吧 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 但是随着整个型号的研制的进展 发现我们确实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稳扎稳打 整个研制过程是又艰辛又顺利 嫦娥五号探测器由轨道器 返回器 着陆器 上升器 四部分组成 2012年 刚刚工作一年多的陆运通 开始从事返回器机械总体设计一岗的工作 一岗是什么意思 就是总体负责 就是我们关键的岗位会有一岗和二岗 我之前刚入职的时候就是同事二岗 协助一岗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自己知道这个分量 颠出来这个分量有多重了吗 对 因为已经在型号中摸爬滚打一年了 自然知道这个责任的重大 这分量有多重啊 如果我的工作出现任何一个失误 整个探测器都是成功不了的 它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岗位 二十多岁年轻人 刚从这个大学里面出了没几天 按说都是跟班还得跟一段时间呢 但是你上来就干这么大 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 因为我们从探阅立项之后 整个任务的型号非常多 任务的规模也是非常的庞大 所以我们型号中大量的年轻人 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岗位 其实呢 我只是这么多年轻人中的一个 并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我们感叹了这样一个机遇 国家的发展 航天的发展 给了我们当时这一批年轻人 一个在比较年轻时候 承担一个非常重要责任 这样一个机遇 探阅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工程中负责不同项目的人 虽然有不同层级的团队给予支持 但也需要项目负责人 有强大的突破能力 大胆启用年轻人是人才战略 也是科技研发自身的需要 你当时接到这么大一个任务 你心里打鼓不打鼓 心里当时真是来不及打鼓 就是打鼓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我刚挑到这个岗位 马上就遇到了一个 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航天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叫精测 精测呢 所谓精测就是要测量 这个航天器的一些敏感器 机构跟这个航天器的 本身的一个关系 相对关系 返回器的精测难题 是因为返回器是一个封闭舱体 高精度设备装在舱内 要想完成精测 就需要将返回器开舱 让高精度设备露出来 但开舱后取得的测量结果 和舱体封闭状态下的 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那我们当时只有一个 特别土的办法 就是那我就在合舱状态下测 然后在返回器上开两个洞 就是相当于开两个窗户 然后去看这两台仪器 来测量它 但这样就有很大的代价 一个是增重 还有一个是研制 进度上有一个反复 当时呢 我就是拉着当时的 那个精测工艺软位 就是我们就天天一起 想办法一起琢磨 后来我们就想到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在这个返回器上开洞呢 我们从其他的角度上 我们拆两台设备 从这个设备的孔里 去看这台设备 我只是把这个设备的镜子 再调整一下 对准我们的这个 开的这个 拆一下设备这个洞 这样我们看到了这台设备 因为这个事情 别人也没有做过 其实是 也是我们自己想到的 所以觉得我们肯定也能做好 这样的一个事情 当时遇到这个难题 想了多久 才想出来解决办法 当时想了有四五天 当然我们觉得 四五天的时间可能不长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四五天的时间 已经非常长了 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返回器当时 现场的研制工作 其实是停止的 其实专门停了一段时间 让我们去想这个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别人怎么肯定你 也许不见得用语言 但是你能感受到 别人怎么对你有肯定 其实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 只是我们在长五号 整个研制过程中 千千万万的问题 小问题之一 其实并不是一个多大的 能拿到台面上的一个东西 就是更多的是一个 自我的肯定 过了金测这道关 返回器设计中 还有很多难点 例如 如何巧妙地完成 返回器的构型布局设计 就像搭积木一样 把返回器搭建出来 如何通过布局设计 保证月球样品 在返回和着陆过程的 绝对安全 如何对返回器安全着陆设计 进行有效的验证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每一步都是难 但是你作为这个返回器的 总体设计 机械方面的 你要负责的是什么 其实呢 我的主要工作 其实就是也是融合在 这些难点里面 就这个对你来说 在设计的时候 你是担主要责任的 还是说有人给你托敌 是担主要责任 这是我直接负责的内容 这个对你来说难度有多大 万里长征上 一个一条小河吧 具体我所从事的工作 可能并不说 哪一步难度有多大 哪一步难度有多大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每一步每一步 叠加起来的 要制造的返回器只有一个 但它所涉及的领域 远不止陆运通熟悉的 机械总体部分 在航天器的总装集成阶段 无论是哪个领域 陆运通都习惯了 每个环节都要到场监测 比如至关重要的防热屠附工作 就是防热烧食这块工作 其实具体是由一些防热的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呢只要是来监测它这个实施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就有一个跨专业了 人家那个专业会钻得很深 你去监测了 但你能不能从头到尾的 从里到外的都明白 这就是得提前下功夫 得去学 就是我本身并不是防热专业出身的 但是我在同事 反围期的总体设计工作中 我把防热的大大小小的文件 基本都是看了遍 包括它们的图纸 所以我对防热的设计状态 也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你对这个状态了解 对它进行技术状态控制 自然也就是相对容易一些 这个是你分内的工作 还是说你为了做好工作 要做的额外的工作 这是我分内工作的延伸 就是从我觉得 对这项工作的要求来讲 那我就必须去了解它 我才能做好技术状态控制 我不可能说是我人就在那 我就在看 张三说好了 那我就认为是好了 我也肯定要需要有自己的判断 要不然我这个岗 我也就失去了意义 近十年的时间里 陆运通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嫦娥五号的返回器 对我们外行来说 看这个过程是煎熬的过程 对你们来说呢 对我们来说 同样也是一个煎熬的过程 但是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尤其是当你想到 这个解决的方法之后 那那个喜悦是无以言表的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内心上的一个奖励 这个是无比巨大的 那回过头去看这十年 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让你能够一步一步 就像你说的 不急溃步 不能走这么远 靠什么在引领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吧 就是嫦娥五号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一个工作的失误 然后导致整个任务不成功也好 或者出现什么重大的一个反复也好 就是这样一个责任 然后一直牵引着我 让我觉得我一定要做足工作 不能在自己的工作上出问题 然后进而影响整个项目的研制 在陆运通潜心返回器的设计和研制的同时 和他同一个大院的502所 有另外一个年轻人 在潜心面对嫦娥五号的着陆器和上升器 有被难的烦的时候吗 好像还没有到 就是说如果你特别不想干一件事情的话 可能会很烦 但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自己有兴趣弄的话 虽然会碰到一些 这个暂时解决不了的 脑头的事情 那就先放下来 放下来就让自己这个脑袋清空一下 然后我觉得凭借我们打下的这些基础吧 就是不管是从国外的文献 还是自己自身的这个研制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肯定会有解决方法的 这个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李继 嫦娥五号着陆上升组合体 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副主任设计师 李继 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是96年到06年 是在北航读书 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 你当时96年入学的时候 是为什么要锁定住这个学校 而且要学一个自动化的这个专业 其实那个 我 他那个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个航空航天类的东西 为什么呀 就是兴趣 升空啊 不管是升空 就是空间 这个宇宙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 对吧 我小时候呢 觉得头一头看心情 觉得哇 这个世界太神奇了 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喜欢看一些这个 比如说航空知识 各种各样的这种科技杂志 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然后当时高考的时候呢 就想报一个跟航空航天类有关系的 这样一个学校 所以我当时就第一志愿就报了北航 2006年博士毕业后 李济如愿以偿进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研究所 这一年 嫦娥三号探阅工程还没有正式立项 但已经处于关键技术公关和研究阶段 嫦娥三号探测器的主要任务 是完成我国探阅工程首期目标 绕落回中的落 由于李济的学业背景 2008年 他被直接分配负责探测器 到达距离月球表面15公里后的制导和导航 导航就是确定我自己在什么地方 制导呢 就是说我要到我的目的地区 我该怎么走 控制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具体的 我这个身体怎么走路 就是这三个事情 我们人怎么走 是我脑子控制的 但是我们本身不是做这个脑子本身 这个物理的这个生理学段的这个脑子 我们实际上是脑子里面的它的想法 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思想这个层面 就是最核心的这个上层建筑 对 其实就是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的一个灵魂 对于当时的嫦娥三号探测器来说 李济要做的就是探测器 在距离月球表面15公里时往何处飞 怎么飞 以及在什么地方降落的问题 这个任务里面遇到很多很多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包括了这个这个月球表面 它那个它有山 不像咱们飞机着陆有一个平坦的机场 那么它这个山地有高地有起伏 我们会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下降过程中整个导航 就是确定自身的位置 速度和姿态的这个东西都得靠自己 这都得在地上 全都设计好 对 让它去执行 让它自己去执行 因为原来美国人阿波罗 它实现了月球着陆 但是它上面有人 它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靠人去处理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月表这块 这块地方有很多坑 我不能在这儿着陆的话 它人可以像开飞机一样 去操纵这个着陆去 去换到一个别的地方去着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无人的着陆器来说 它也碰到这样一个地形 那么这个就得靠自己了 就得靠自己去发现它 然后去避开它 然后到一个地方去住 这是你要负责的这块 这块我只是 这块其实是大家很多人在一起的 你是其中之一 对 当时和李济一起研发这个难题的 还有另外三位年轻的博士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但年轻的好处是 他们不仅有着浓厚的兴趣 更有着非凡的勇气 一上来就是给你一块很明确的任务了 你觉得对你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像大山一样的困难 还是说这就好像是打游戏通关一样 我一定要过去 我有很大的兴趣 那一种 兴趣肯定是有的 因为这个东西很有挑战性 有挑战的话就有乐趣 当你如果想到一个方法 能够一战胜这个困难 去取得了结果的时候 就有一种自发的这种喜悦的这样一个精神 会激励自己再去努力 所以就在这个背景下 也就是这个任务的本身的吸引力 和它的一个挑战性 促使我们不断地去做这个研究 电话 电话 2013年12月2日 嫦娥三号成功发射 12月14日 嫦娥三号仅用了12分钟就成功着陆月面 着陆器和巡视器互拍成像 标志着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 2011年 探阅三期工程正式立项 嫦娥五号提上议实日程 李济和他的团队要负责的 就是如何让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 在月球表面安全着陆 然后再让上升器在月面自动起飞 到轨道器和返回器交互对接 这一过程中的制导和导航 嫦娥五号又往前走一步 还要到落了之后 还要再发射回这个轨道 并且回到地球 这块你们和你和你的同事仍然要走 对 就这个把这一块这个难跨过去 前后加起来用了多久的时间 整个嫦娥五号的着陆过程这一部分 可能跟嫦娥三号是技术上是通用的 上升这个过程大家可能觉得非常的难 但是它其实只是有一些的点 是我们以前没接触过的 但是这个上升的这个飞行的过程 这样一个控制 还有它的制导率和我们着陆过程 实际上有比较大的相似性 甚至我们有的专家会说 这个上升过程可能是 着陆的一个逆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在研制上升过程的时候 也借鉴了很多这个着陆过程的 一些设计 一些想法 还有一些它的这个算法 所以它的这个做起来的 相对来说跟原来攻克着陆的时候呢 那个着陆的时候 还是付出的更多一些 当李济 陆运通 已经在各自的领域独当一面的时候 一个更加年轻的力量 加入了航天队伍 张书生于1989年 和李济一样 这是一位对太空充满了兴趣和好奇的人 2014年研究生毕业后 张书正式加入长征五号火箭队伍 成为一名设计师 也就是说火箭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科技水平 它到底是什么关系 就你当时的理解是理解到什么水平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多强 中国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在那个时候 航天的运载火箭还是以长三为主 它的运载能力呢 还是受一定限制的 当时我们也知道 我们正在去做这个长武的技术突破 因为我也是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 我就知道这一番火箭 对于中国来讲 对于中国航天来讲 它的意义是跨时代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航天战略来说 火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无论是发射卫星 还是发射月球探测器 火星探测器 甚至载人空间站 都需要火箭来完成 我记得第一天进实验室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没有做什么工作 我就是看着那个私服设备 看那个电缆 我就拿手摸它 为什么 我在那摸了有二十多分钟 因为这是我 你图个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去碰触这些真实的设备 有什么好摸二十多分钟啊 就是有一种自豪感 其实也没什么好摸的 如果这个电线拿到外边去 它就是一个电缆而已 你摸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离梦想近了 对我已经碰触到我的梦想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 我要用我的软件来去助力它一程 但雄心勃勃的张书 还没来得及发挥才能 就成了实验室重点盯防的对象 确实是 就是第一天进入实验室的时候 我在他们做实验的时候 我还不小心把电给断了 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我要熟悉一下 整个这个场景和软件的功能嘛 我当时选了一个退出 退出它有个自动断电流程 两三个月 你按了以后 当时人家的实验就白干了 当天的实验得重新干 对 那经过了这一出 人家会怎么看你 会不会防着你 对 所以就在这两三个月以内 肯定有一个人在我旁边 人家盯着你盯什么呀 盯着我操作呀 盯着我 甚至我编一行代码 他都要看一眼 说问我这行代码干嘛用的 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还是说一个是说有一些操作 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影响很大的 这三个月你的涨金有多大 三个月他盯着我 说实话有时候他也盯不住我 因为我为了要尽快地熟悉我的技术 我会待得很晚 但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他们先走 然后把电断了 我只能看代码 我不能干其他的 那你怎么看有一个贴身保镖 带银号的盯着你的 这不好事吗 好在哪儿啊 他是老师前辈啊 有问题你就直接问不就行了吗 那他既然愿意分出时间 分出精力来这么盯着我 那我不用白不用 总比说你在那一个人 琢磨要强多了 被紧盯了三个月后 渐渐的没有人再担心张叔会惹祸了 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 张叔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能力 把揭手的软件 从原来两万行的规模 变到六万行左右的规模 并通过测试验证了 他所编软件的成熟和可靠 就是16年发射之前 你在做的是一个什么工作 打个比方 因为你说的那些我们都听不懂 什么这那这那的 什么系统啊 我们不大懂 其实我就是做了一个 运载火箭的一个交互的一个门户 可以认为是做了一个 运载火箭的一张嘴 就是说他的内心是一个什么状态的 他哪不舒服了 或者是他觉得哪块有问题了 他都要通过我的软件来展示出来 也就是通过报错误的方式展现出来 3 2 1 点火 2016年11月3日 我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5号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 长征5号火箭起飞质量约869吨 主要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卫星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 但是2017年7月2日 长征5号运载火箭在执行预定任务时 发射实力 消息宣布时 张书就在发射现场 心里面对失败有没有准备 没有任何准备 因为当时我觉得航天发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 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首先是不敢相信 就觉得为什么会失败 航天不是肯定百分之百成功吗 就是觉得怎么回事 就是之前都很正常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点 它竟然掉下去了 现场是个什么样子 比较安静 没有什么声音 因为窝里边开空调 其实很凉爽的一个感觉 但是还是很沉闷 闷得喘不上气的那种氛围 自查在当天晚上就开始启动 那是一个无眠的夜晚 你用了多久排除了问题 不是处在你这儿 就是当天晚上夜里边 就是因为我们也没睡觉 就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说这个问题 没有发生在控制系统上面 因为我们的信号反发出的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当时我们从这种 就是不敢惊恶到不敢相信 到不愿意接受现实 到真正忙起来以后 就慢慢地就跟现实妥协了 当时你自己回头想想 就这段经历对你来说 有没有一段挺折磨的过程 对心里来说挺折磨的 肯定是有的 因为就是你在某一段时间里边 你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没有任何结果 因为它没有任何结果 你将来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它可能还是没有结果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哪一天能看到一个头 也不知道你哪一天的加班熬夜 或者你做的具体的事是有意义的 就是在蒙着你的眼睛 在黑暗里奔跑 有沮丧的感觉 看不到出口 发射失利后的908天 整个研制团队负重前行 含泪奔跑 最终检查出故障 发生在发动机的位置 并进行了彻底的修复 但是你们要等待发动机 找问题分析问题改错误 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就是两件事 一方面是在复查自己的产品 就是绝对不允许说 等发动机做好了以后 我们的产品有任何的闪失 或者任何的问题 就是这两年 如果说从整体上 也许是缓慢了一些 但是对于你们理解 这个型号的火箭 对于你们理解其中的道理 和它这个火箭的机理 有什么帮助 那就是本来我们是 不是完全理解的 就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产品 可能有一些地方 也考虑的不是很周全 那么我们最后就是彻底给它 就是它涉及的所有技术 我们都给它吃头 有什么问题 你问我吧 你问不到 所以人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这一段艰难的过程 身处期间的时候 每一天都很难过 但是你真的走出了这个隧道 回过头去看 它是多重要的一段履历 它在我的整个的这个工作过程中 都是很有用的 哪些坑需要避 哪些工作需要事先的去安排 有哪些风行需要事先的去排 去控制去排查 都是我在长武这个型号里边 去收获的一些经验 2019年12月27日 长征5号姚三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020年11月24日 长征5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嫦娥5号探测器 送入地月转移轨道 在发射嫦娥5号的时候 人们都说 就是不管是业内还是业外 都说长征5号 这是一次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发射 你觉得这个精度是怎么来的 是大家一起团结配合 首先就是总体是 他们包括发动机专业 他们给的一些发动机参数 给的非常准确 再有一个就是 我们控制系统涉及到 10万个左右的数字 大概是几千个参数 一个一个核对 然后验证 验证反正实验也是跑了一遍又一遍 包括在靶场 在射箱 也是跑了几遍 我们其实当时对精度就有一些把握了 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把握 没有想到到这种程度 2018年张书被任命为副主任设计师 2021年年仅32岁的他 已经成为主任设计师 一开始你愿意做这个 就是因为火箭对你有吸引力 这是一种小男孩可能对这东西天然的一种兴趣 做了这么多年之后 现在再回头看 你做火箭它吸引你的是什么 除了这个之外 可能还有多了一分责任吧 什么责任 无论是现在的常务火箭也好 还是我们以后会研究更大的 这个推力的运载能力的火箭也好 还是用了那句话吧 就是你的运载能力有多大 中国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那么我们承担的这份责任 就是为中国航天搭建舞台的这么一个责任 嫦娥五号意味着 中国探阅工程三步走的战略圆满完成 但探索路上的奔跑并没有停止 三克我大概只用了150毫克 它是这样子 咱们探阅周期要把样品分发给申请人 是吧 你要说好这个样品是消耗性的 还是不消耗性的 如果是消耗 消耗多少 剩下来就得还回去 当时我就设计要想想 因为我们是原位奔心 大概消耗5% 所以我就还回去了 扣出150毫克 不说要点 干嘛还还回去了 这么珍贵的东西 够用就好 我都还回去 他们还在给别人用 珍贵的东西 好东西要大家分享 三个年轻人的十年青春 几代航天人的奋斗 十八年探阅历程 月壤得之不易 但想要从遥望明月 到知晓月亮的秘密 李宪华和他的团队 所做的科研 是不可或缺的第四吧 这个是不是还是 还是受制于运回来的 这个数量 实际上不光是我们要用 全世界可以在这等着呢 所以我们要先用 大概一到两年 以后要向全世界开放的 这个月球是人类的 共同的是吧 要有这样凶的 听完李月日这句话 你们其实任务 身上的任务还挺重的 对对对 多去拆点吧 加油吧 小伙子 小弟子要受您放心 以后我们一定要搞出 一个二十吨的火箭 让你超舒适的感觉 是是 这个样品多了 大家工作的这种 方向工作的内容 是吧 就会更多 换句话是说 我们可能做出更好 更多更好的工作 长知识 您放心吧 您有当地主那一件 您的 好